老大,起床了,该起床了,怎么这么能睡,我真是服了,早上好啊 老王,你在这里干嘛,是有什么事情吗 你不是说,今天我们去玩球吗,我就赶紧来叫你了,还以为你在睡觉,没想到竟然起来这么早 谁跟你说我去玩球了,我可没说,你是不是听错了 哦,不是去玩球吗,那我们今天去干嘛 早知道我就不起这么早了,困死我了,我们今天去月球吧 说起来,已经好久没有去过月球了 什么玩意儿,去月球,你怎么去啊,跟着我来这边 这不就是火箭吗,就做这个玩意儿去吧 你确定不是跟我开玩笑 不开玩笑的,这个火箭是我最新研究的 上面有更加强的北斗系统,能精准的起飞和降落 哦,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我们闲着没事儿,去月球干嘛 这不是住在月球的朋友,发来了国际通知 说他们的村子周围,来了一个地球人,无端的肆意的拿走他们的矿产 就叫着我们去帮他们一下 其实我也不是很想去的,但是没办法,他们给的实在是太多了 我就知道,那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肯定就是现在啊,你都已经睡醒了,还等到什么时候 难不成还让你回去睡一觉 这就是我们今天需要用到的装备,能够让我们在月球坚持一天的时间 真丑,厉害你别穿,恐怕你是去不了了 你要是去不了,工资就不给你发了 谁说我不去,装备我都穿上了 既然收拾好了,那我们就出发了 那些村民已经在等着我们了 先过去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 老王,你能不能不要急我,真是的 我还没说你呢 整个这么小的火箭,抠抠嗦嗦的,做都做不下 这个起飞的按钮在哪里啊 我怎么找不到啊,你赶紧把我找找 不就在那里吗 找到了,来吧,准备起来了 你给我做好,不要急我了 哦,起飞了 这个火箭的推背感不是一般的强啊 这个火箭要先把我们带出大气层 才能进入预定的轨道 无论是高端的火箭 比之前去月球做的火箭要高级多了 老王,你激不激动 行了行了,啥时候能到地方 我有点晕见 撑住,马上 不要吐我飞船里面,这里面都是机密的仪器 好了,成功地到达月球 那我们接下来要去干嘛 当然先去月球村了 村民都在等着我们呢 出发吧 果然还是月球好玩 这里能随便地蹦跶 哈哈哈哈,真好玩 要不是氧气不是很够 我一定要多玩几天 站在月球上看地球 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哈哈哈哈 这就是我们回去的火箭了 村民都已经准备就绪了 真不错 这里面都是月球上能用到的 这个就是月球车 很好玩的 你来了 速度还是很快的 哈哈哈哈 那必须 也就是刚到 就赶紧来了 要不然先歇息一下吧 来到我们的村子 怎么能不歇息呢 那个不用了 具体的事情你先说说吧 我时间比较着急 这附近的矿产被挖得差不多了 该去另一个地方看看了 你们赶紧告诉手下 给我继续找矿产 要最好的 这要是带回去地球 肯定能买好价钱 哈哈哈哈 好的老大 我们放室 你放心 绝对很稳妥 那个人带着一群僵尸 一看就不是我们世界的 来我们村子周围挖矿石 我们村子周围 已经快被挖完了 唉 都不知道怎么办 去跟他底论 去用僵尸收拾我们 我知道是谁了 没想到地球混不下去了 竟然来月球了 你放心 我会收拾他的 去找一下那个人 肯定就在这附近 嗯 这应该就是他的车了 好的 我们该转移了 好的 这还是很大的 嗯 你们竟然躲在这里 我还以为我要找好酒 你怎么在这里 这是我朋友的村子 你们竟然来挖矿 真是找死 都去死吧 等会儿 我是不是忘记问矿石 在哪里了 算了 不重要了 解决了就行 不过也真是冤家路宅 在月球都能碰到 好了好了 你们村子的危机 已经解除了 那个人被我解决了 没什么事 我们就先走了 哈哈哈哈 好了好了 本期到这里就结束了 拜拜啦